檢視這五所已退場的學校 那麼專門在所提的 這些相關的改範的計畫 並沒有在三年期限內來完成 有五所的私立高中 只在109年之前退場 然後的一個處理情況 那麼確實在私校諮詢文會議 討論檢視這五所已退場的學校 那麼專門在所提的 這些相關的改範的計畫 並沒有在三年期限內來完成 那麼也提出後續建議由主管機關 來依照相關的規範 來做後續這些學校的財產清算等的相關程序 那比如說像國光這邊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好像先前也有申請 要轉型做什麼基金會之類的 被駁回的大概的理由是怎麼樣 針對私校改辦其他的相關 教育文化等事業 那這部分其實還是要回歸到改辦的計畫 也必須符合原來這個私立學校取得相關這些辦理的這些公益的屬性 那麼在所提的計畫必須也要考量到 這方面是不是有它的公益性跟可行性 那麼從過去有看到部分私立學校所提的這部分 那麼在這方面確實上有不足 那麼甚至有部分的這個改辦的使用 是非常低密度的來應用 這個對於要達到它的公益性跟可行性 其實是不足的